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了学习能力的偏差 就是有的孩子就是会学习 然后不用怎么使劲也能够成绩很好 但是有的孩子呢 父母陪着他写作业天天盯着他 但是孩子就是学不会 有一本书帮我们揭示了这个秘密 就是为什么小时候同样活泼可爱的孩子 在上了学以后会在学习能力上 输在起跑线上会差这么多 原因就在于父母的语言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父母的语言对于孩子大脑发育的影响 这本书的作者呢 一开始所从事的是 小孩的人工耳窝的这个手术 就是很多小孩子天生失聪 他听不到声音 然后等他稍微长大一点以后呢 可以换一个人工耳窝 但是这个作者就发现说 换了人工耳窝的小孩 有的孩子能够恢复语言恢复得很好 他能够让你看不出来 他曾经失聪过 但是有的孩子就学不会 带上人工耳窝 完全可以听见外界的声音 但是他不会说话 他就不明白 后来他就观察这些不同的孩子的家庭 就发现凡是那些 能够带上耳窝以后 听的学会说话的孩子呢 他们的父母和孩子的沟通和互动是非常多的 甚至家里边还有兄弟姐妹 经常会跟他说话 而那个就是学不会说话的孩子呢 要么是带耳窝的时间过晚 要么是家里边人说话很少 另外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 是来自于小儿的白内障 有的孩子天生生下来会有白内障 有了白内障以后 等他长大把这个白内障 手术拿掉以后 有的孩子依然看不到这个世界 实际上你会知道说 他已经能看到了 从光学的角度讲 他应该是能看到的 但是为什么他会看不见这个世界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元链接 是用尽废退的 也就是说 当这个神经元有用的时候 它就会加快链接 链接的速度非常高 我们的小孩在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 他的三岁以前啊 他的神经元生长的速度是惊人 比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要强得多 所以一个小孩子三岁以前 所学到的信息量 是今后人生所学到的信息量的总和 所以那个时候大脑快速的发展 在这个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 大脑有一个习惯 就是要节省能量 所以当他观察到 有些神经素好像没什么用 你比如说 这个眼睛有白内障 所以他就发现 这个视神经的这个通道没用 没用怎么办呢 长期不用关闭 当那个神经素关闭了以后 你就算把这个光学通道打开 也没法再建立链接了 而我也是一样 这个孩子长期没有听觉 慢慢的他那个神经关闭了 然后再恢复起来就变得很难 而这个阶段就发生在三岁以前 所以三岁以前的家庭 才是真正决定这个孩子 未来学习能力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个作者做这个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 他们花了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而且在大量的家 志愿者家庭放了这个录音机 也就是说你说话这边是能够录得到的 录完了以后回来分析他们的这个词汇 分析他们在说什么话 然后结果就发现说 我们平常会观察到那些脑力工作者的家庭 普遍学习成绩会比从事体力工作者的家庭的孩子要好一点 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统计 当然会有特例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脑力工作者家庭所放的录音机 录回来的这个语言分析 和体力工作者家庭所收集回来的 在三岁以前相差了三千万个词汇量 就是脑力工作者的家庭的父母家长 跟孩子不停地说话 就在这个孩子是一个婴儿的时候 就开始不停地说话 宝贝你看到妈妈了吗 对吧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给他不断地解释 不断地说 词汇量极其丰富 而那些比如说放在福利院里的孩子 或者是这个父母都从事着重体力劳动 没有时间陪这个孩子的 一个老奶奶陪着他 也不跟他说话 或者把孩子丢给电视 这样的家庭 这个孩子所接受的来自父母的语言非常匮乏 所以相差量竟然有三千万个词汇 这个不是说三千万个不同的词汇 而是各种词汇的这个可以重复出现 但是三千万的词汇量会差这么多 这差了三千万的词汇量决定了 这两种家庭的孩子的大脑神经元链接的个数是不一样的 从而导致了后来的学习能力是不同的 这就是我们的大脑发育的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那有人说我把它扔给电视 电视不是也说话吗 电视跟这个孩子也在不断地讲话 难道不行吗 对不起 不行 为什么呢 小孩子学东西靠的是反馈 也就是说当父母跟他讲话的时候 小孩子呵呵一笑 然后父母也跟着笑 孩子会觉得对了 我理解对了 对吗 或者小孩子一皱眉一哭 父母跟着皱眉哭 小孩子觉得对方能够理解他 所以他就能够把自己的表现和外在的世界建立起来连接 这个连接才是健康有效 看电视为什么不行呢 看电视电视机里边的那个卡通人物互相打架 然后小孩子跟着笑 或者跟着他学样子 没有反应 他就算冲着那个电视机里的卡通人物大喊大叫 那个人也没有反应 所以小孩子根本不知道他喊的对不对 根本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没法在头脑当中把这个词和实际生活当中的表现结合起来 这个神经元链接没有打通 这就是问题所在 而这本书里边还揭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们大家都说 女孩子学数学好像是不如男孩子 女孩子数学天赋这个不行 男孩子学数学厉害 或者男孩子的空间想象能力比女孩子强 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你到高中去把这些学数学的男生女生放在一起统计 还真是 就是似乎男孩子的数学成绩就是比女孩子要好 但是真的是在生理层面有差异吗 男生天生就是比女孩子学的好吗 这个反倒不是 就并不是男性的头脑更适合学数学 女性的头脑不适合 结果我们发现在哪出现了偏差呢 父母跟女孩说的话 和父母和男孩说的话不一样 就是在一个女孩子从小到大 被当作一个女孩培养长大的时候 很多人跟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美不美 漂亮不漂亮 哇好好看 对吧 你喜欢这个颜色吗 妈妈爱你 你看我们说的都是情感 都是审美 都是这一类的词汇居多 而一个小孩子呢 一个小男孩 对吧 长大的时候 这是几 对吧 你数一数 有几个 这是方的还是圆的 等等 所以是我们的父母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 选择的词汇不同 导致了这个孩子后来展现出了不同的学习能力的方向 因此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如果你希望你的女儿将来学数学不要那么头疼的话 你在她小时候也得跟她讲数字 就比如说每天剃扣子的时候 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然后这是方块 这是圆形的 这是扁的 让她了解空间 甚至作者的团队还研究了中国和美国的区别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的孩子的数学就比美国孩子强那么多 对吧 这是在考试当中一看就能够看得出来的 原因就是中国的孩子在小时候 父母跟他讲的关于数学 关于逻辑 关于空间的话 要比美国的父母多得多 所以父母的语言将会决定着孩子大脑当中神经元链接的这个丰富程度 以及链接的方向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 而这个链接建立的最有效的时间 对不起 三岁以前 我记得我有一次坐出租车 然后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 那个司机就跟我聊他的孩子 很难管什么的 跟我讲这个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现在下功夫 不如你三岁以前要下功夫 对吧 然后他就笑 他嘲笑我 他说三岁以前 你跟他说他懂个屁 对吧 他什么都不懂 他认为那个孩子三岁以前什么都不懂 所以根本就不用管 他们在三岁以前把孩子直接送到姥姥家 待了几年 然后才接回来 后来发现特别难管 但实际上 我的经验 就是我教育孩子的经验 就是三岁以前下了足够多的功夫 你一定要在三岁以前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你跟他说足够多的话 对吧 你足够多的这种陪伴 然后帮他去 前面我们讲那么几讲 反应情感 建立这个链接 然后让他跟你之间建立无条件的爱的关系 这全都是在三岁以前就已经解决的问题 当然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父母会觉得 那我的孩子都已经过了三岁了怎么办 对吧 既然都已经过了 那我们不能做到时光机器回去 但是现在我们最起码可以做到说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这个种一棵树最有效的时间 当然是十年以前 其次呢 就是今天 对吧 就是现在 所以你随时随地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 你开始加强跟孩子的互动 你开始增加跟父母说话的这个语言和评刺 同时你要知道 这个社会上不止只有你的孩子 这么一个孩子 这个社会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 我们如果能让更多的家庭 更多的孩子理解到这一点 我们就会知道说 这是整个国家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就是当我们说到这个国家的财富的时候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煤炭 是石油 是电力 这些东西是国家的财富 但是实际上有一些财富 就是我们父母的语言 就是我们每个人嘴里边所说的这个话 就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 决定了这个孩子将来能不能够上一个好的学校 上一个好的大学 这个是不要钱的财富 你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的 但是我们观察很多家庭 就是父母跟孩子说话的语言太过简单粗暴 这也是很大的区别 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描绘的语言出现的频次特别多 就是各式各样的词汇都有 涵盖的面很广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妈妈在郊区上班 然后我坐自行车 我妈妈在前面骑着自行车 一路上都在说话 就是那一路上不停地跟我讲 看到什么就讲什么 路过哪个村庄 见到一条狗 见到什么 他都跟我讲 一路这么讲话 所以我相信我小时候是超过了三千万词汇 就是一直这么讲话的印象我都有 但是我见过很多家庭的父母 因为语言比较贫乏 所以跟孩子说起来就会说 不要动 放下 别捣乱 你这熊孩子 你看 就是很多家庭里边 你拿录音机录回来听 你会觉得 哇 当个孩子真糟心 就是每天耳边充斥的全都是指责 全都是阻止 全都是不要不要不要 那你想这个孩子能建立多少不同的链接 对吧 所以很多人听不得起跑线这个词 过去有一个广告叫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说搞得大家都很焦虑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错 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但是你要知道孩子起跑线并不是学区房 对吧 孩子的起跑线并不是这个父母有多少钱 孩子的起跑线是你的认知 就是父母是不是在不断的学习 父母是不是在不断的改变 父母是不是为了孩子愿意去读一些书 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学区房 你们家才是孩子最重要的学区房 所以当我们理解了这个三千万词汇 有多大的力量以后 接下来我们知道说 怎么能够帮助孩子正确的去培养他 让他能够建立更丰富的链接 父母的语言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三T原则 什么叫三T原则 你看那个晚上陪孩子念绘本 或者读书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但是我们见到很多家庭里边 读书的过程当中是 父母拿手指着那个书 这么一直念 一直念 对吧 这个有好处是什么呢 孩子能够认识字 在念的过程当中能够认识字 但是不让孩子说话 就孩子一插嘴 父母说别说话 听我念完 就似乎念这个事更重要 不对 这个三T原则里边的 这个第一个原则叫 Turning 就是共情关注 就是首先你得能够 愿意倾听孩子说话 当孩子说 妈妈我听不懂 当他说听不懂 你听不懂啊 那妈妈念慢一点 你看你要共情关注 你要让他感受到 你是在关注他的 他说的每一句话 在你这会有反应 这时候孩子才能够 相信语言的力量 你想想看 为什么很多家庭的孩子 喜欢撒破打滚 喜欢躺在地上 大喊大叫 或者跟你硬杠 对吗 为什么呢 因为说了没用啊 因为他在家里 说什么话都没反应 父母的表现是说 只要这个孩子不闹 这事你就可以忽略他 所以孩子慢慢地就觉得 语言是最没用的东西 在家里想得到任何东西 说都没用 你只要不哭 你只要不喊 你只要不跟他对抗 你什么都得不到 你想想看 有很多家就是这样 我能够看到 我们身边大量的家庭 就是只要孩子表现好好的 孩子得不到任何东西 因为父母不重视孩子说的话 没有共情关注 孩子说我难受 我不舒服 我沮丧 我很伤心 都不重要 我必须得看到你抓狂 我必须得看到你耍赖 你跟我翻脸了 我才会重视这件事情 然后进一步地引起 后来的权力争夺 或者是父母无条件地让步 这就是大量家庭 没有共情关注的结果 所以当父母在给孩子念书 读绘本的时候 孩子有话 要发言 这是最好的机会 一定要仔细地倾听 一定要反映这个孩子的情感 要理解他 要让他知道说父母能听懂他的话 父母关心他的情绪 甚至我们在前面讲这个第三讲 第四讲那个时候 我们也曾经提过说 如果孩子摔跤了 你要过来关心他说疼不疼 而不是简单地跟他讲说勇敢点 不要哭 对吧 所以第一个叫共情关注 你要投入地去跟孩子对话 要了解孩子的情绪 要尊重他的情绪 第二个T呢 叫做talk more talk more就是充分交流 充分交流 既包括父母要多说话 也包括孩子要多说话 就你们俩要深入地聊进去 这个绘本哪天念完 其实不重要 刚念了前两篇 然后就开始聊起来了 越聊越嗨 聊到别的地方去了 没关系 谁规定了这个绘本 今天晚上必须要念完呢 对吧 但是我看到很多父母就着急 说今天晚上的任务没完成了 你先别说话 然后就一直念 其实没有talk more 对吧 我们需要跟孩子更多的 深入的去沟通 去说话 然后第三个T呢 叫take turns 轮流说 就是轮流谈话 我说几句 让孩子说几句 鼓励孩子 加入到这个谈话和沟通的过程当中来 把这三T原则发挥出来 这个父母的语言不知不觉就变多了 为什么很多人回到家里边不愿意说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累 就是确实白天工作了一天 回到家很疲惫了 尤其我们看的一些电影 原来有个电影叫 卡其拉的拼字游戏 那是一个非常棒的电影 就是我建议很多父母跟孩子 都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电影 就是这是一个单亲的黑人妈妈 带着好几个小孩 这个卡其拉是其中的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 每次跟他妈妈只要讲话 他妈妈的反应就是 啊 宝贝我真的很累 因为他妈妈确实很累 干了一天的活 是一个护士回到家里边 然后拿着一杯酒坐在那儿 说我真的很累 你不要跟我说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所以这个孩子永远都没有倾诉的机会 没有人倾听他 这是一个家庭当中给孩子造成困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 不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情绪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当别人责怪他的时候 他就会自我归因 说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我不配拥有这一切 我们的自尊水平开始下降 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所以父母要能够 虽然很累 对吧 我们要打起精神来 至少我们做到倾听 你可以少说几句话 但是你可以问他问题 你可以问他开放式问题 你知道开放式问题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省很多劲 你只要问完这个开放式问题 他就要说一大堆的话 你只要耐心的在那听就好了 这个耐心的听的过程 也是在教育和陪伴孩子的过程 所以三T原则很重要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善用这个夸奖 我们在第九讲当中刚刚讲过 要夸奖孩子的过程和动机 而不是简单的夸奖他的结果 对吧 这个和终身成长的那个是完全融合在一起 可以配合使用的 还有什么时候批评呢 就是孩子做错的事 父母一定要指出来 父母如果不指出来 孩子做错的事 孩子可能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边界在哪 但是你要知道 指出错误的时候 你批评的是那件事情 而不是它的人格 你比如说 孩子说了一句谎 对吧 说了一句话 这个话和事实不一样 这时候你可以讲 你说的这句话跟事实不一样 对吧 好像事情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叫做事实 但是我见过很多父母 喜欢说的话是说 你是个骗子 你在骗人 或者你偷东西 你是个小偷 你看我们所说的这些话 都是直指到人的人格的 当你指向一个人的人格 去伤害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大幅的降低 他的自尊水平 所以我们就事论事 我们讨论的是事实 你比如说 你今天早上起床晚了五分钟 这是一个事实 而不是说你这个懒蛋 对吧 你是一个管不住自己的人 你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律性的人 哎呀 我说这种话的时候 我耳边就回荡着大量家庭里边 天天出现的对话 就我见过很多父母跟孩子讲话 就是你根本没有自控力 你根本约束不住自己 我甚至有一天 从嘟嘟的那个 从学校带回来的那个信里边 都看到说 学校给他们发的那个通知 就是因为同学们 因为广大同学缺乏自控力 所以怎么怎么样 这都是针对孩子人格的这种说法 我嘟嘟就很不满意 说他怎么能这样说呢 说因为广大同学都缺乏自控力 所以我们在批评孩子的时候 帮助孩子建立这个边界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事不对人 讨论的是事 要多说事实 这个部分可以参考的书 包括我们讲过的非暴力沟通 包括关键对话 这都是很好的 能够帮助家长正确地说话的 这些工具书 然后在跟很小的孩子说话的时候 要多用名词 少用代词 什么叫多用名词 麻烦你把那个花瓶给我 你看花瓶 你帮助孩子建立了一个新的词 这是花瓶 然后你把那个东西给我 去到那去 你看 非暴通先生讲乡土中国的时候 特别有意思 就是乡土中国是非暴通先生 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的名著 他说在乡土世界当中 有时候说话外人是听不懂的 你比如说 你看到两个女人站在路边聊天 然后一个女人跟那个女人讲说 那个人真是有点那个 然后这个女人说 我觉得她没有那个 你才有点那个呢 别人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 但是她们知道 对吧 就是在这种乡土环境当中 不需要那么多的词汇 所以更多的使用代词就好了 那个 这个 对吧 那 全是代词 他 你我 实际上这种代词 孩子可能很快就学会了 当你帮助他建立了 你我他的关系以后 他知道了什么是你 什么是我 什么是他 把这个关系建立了以后 我们可以更多的使用名词 就是把那个东西叫什么 叫出来 这个时候也能够帮孩子 累积更多的新的词汇 还有就是多提开放式问题 提封闭式问题 是人的一个习惯 因为封闭式问题 能够显示出高低的关系 听懂了没有 吃饱了没有 你冷不冷 对吧 你看 凡是让对方二选一的这种词 都是这个封闭式问题 你看一个老板在公司里边讲说 大家有没有信心 这就是一个封闭式问题 这时候你说 底下的这些员工得有多大的勇气 才能说没有 对吧 你肯定得说有信心 所以很多父母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也是 你记住了没有 你听懂了没有 对吧 这次能不能做对 你看 全部都是二选一的话题 这种话题会给对方带来极大的压力 我们在可护制领导力课堂上 就做过这样的模拟 就是让一个同学 问另外一个同学三个封闭式问题 再让这个人反过来问对方三个封闭式问题 我问什么感觉 哇 不舒服 受不了 我讨厌这个人 就是封闭式问题会给对方带来压迫感 但是 开放式问题 今天在学校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对吧 或者你觉得妈妈今天做的饭怎么样 你看 这都是开放式问题 你看完这个电影以后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开放式问题 当你能够问对方开放式问题的时候 对方会觉得被尊重 这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的关系 而是平等对话的关系 而且开放式问题 能够问出对方一大堆的话 所以我们需要锻炼孩子的语言 要让他更多的说话 所以父母要学会问这种开放式的问题 这个作者在书里边还提到了一个第四个题 他说在现在这个世界当中 仅仅有三题还不够 还得有第四个题 第四个题是什么呢 叫做turn it off turn it off 就是把它关掉 把什么关掉呢 把手机关掉 就是父母的语言 是我们这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资源 但是手机会使得这个资源 没法发挥作用 我们在家里边能够看到的画面 就是经常会看到一家三口 或者一家四口 坐那儿各拿一个手机 每个人拿着 没法说话 因为大家都在跟手机不断的交互 它的确能够占用我们特别多的时间 人们对于手机的上瘾是病理性质 就是大家要知道 手机为什么能够让所有人都那么上瘾 你别光说小孩子 家里的老人家 你现在去看 家家的老人家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 都拿这个手机天天地刷 他能够刷得比小孩子更疯狂 原因是没有人说他 没有人指责他 他可以一直刷一直刷 原因是什么 这个叫做间歇强化 间歇强化是一种让人成瘾的训练他人的方法 就是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如果我每次发朋友圈一定会有十个人回复 这个事就不好玩了 它没有形成间歇强化 对吧 只要发了铁定 十个人回复 那慢慢的我就不看了 因为没意思 我知道每次都是十个人回复 但是假如我发了这个朋友圈 有时候有人回复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爆掉了 哇 好多人回复 你看 间歇强化 就是时有时没有 这种感觉会让一个人抓狂 他就会越来越喜欢 就好像那个赌场里边的那个老虎鸡 如果这个老虎鸡每次拉下来都有好多钱 哗 每次一拉哗 好多钱 谁玩这个 没意思 那就变成投资了 对吧 这不好玩了 最好玩的就在于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间歇强化 甚至谈恋爱也是一样 谈恋爱的时候 怎么能够让一个人显得特别迷人 哇 这些东西说出来都吓人 就是你要想让对方觉得你特别迷人 一个有心机 有诚服的 学点心理学的 你需要给他间歇强化 就是十二对他好 十二疏远 一会消失了 过两天又对他好 这个人迷惑了 迷惑了就觉得太有魅力了 因为这个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 这个叫间歇强化 当然我们说谈恋爱一定要真诚 不要学这个东西 但你得知道 有人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控制别人 所以当手机上给我们带来的反馈 经常是这种间歇强化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容易对手机上瘾 而一旦上瘾 你就发现全家都会这样 没有人再会跟孩子说话 所以turn it off 把它关掉 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时候 需要创造很多没有手机的时间 规定一些这样的时间 对吧 每周 周几 你知道犹太人 为什么大家说教育的效果很好 犹太人有安息日 在安息日之前的那天晚上 全家人需要聚在一起吃饭 这是仪式 吃饭 喝酒 唱歌 聊天 对吧 犹太人特别喜欢闸队聊天 然后聊天完了以后 爸爸要跟每一个孩子单独谈话 要去聊这个孩子这一周的学习情况 这一周有什么问题 发生了什么事 这就是把手机放在一边 去深入交流的这个过程 所以turn it off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然后最后我要强调一点的是 这一讲对于所有的家庭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那些 会忽略陪孩子说话的那些家庭更重要 但是我们更担心的是 这样的家庭可能很难有机会 听到这样的课程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听到这个课程的家长 能够更多的把这个课程传播给那些家庭 甚至就把这一讲拿出来放给他们看一看 让他们知道说 不能够把孩子简单的甩给一个 经历已经不济的老人家 也不能够把他简单的甩给电视 或者把他扔给幼儿园你就不管了 有的幼儿园里边老师都不跟孩子说话 让孩子一大堆人坐在那看动画片 这会妨碍这个孩子头脑当中神经元的链接 忽略了他三岁以前去建立大量的 把词汇和实体建立链接的这个机会 很可惜 这个事情是非常难以弥补 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说 陪孩子 然后跟他在一起说更加丰富的词汇 然后跟他不断的交互 让孩子也多说话 父母也更关注孩子的情感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关系到孩子大脑的发育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上学以后 学习成绩就比别人好 他学东西就是比别人快 原因就在这 很多家庭说我把孩子认为老人是没办法 你知道老人带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还未必是意识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体力的问题 老人体力不够 体力不够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 我没办法 你就能消停就消停 他能够让孩子怎么消停就怎么来 还有就是当体力不够的时候 脾气也会大 就是我累了 人一累的时候就容易发脾气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老人会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都在这 所以做父母最好还是应该 有条件的话 自己应该更多的带孩子 你可以请老人来帮忙 也可以请一个阿姨来帮忙 但是你下班以后一定要跟孩子多说话 这是我们这一讲的核心宗旨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父母的语言和孩子大脑的神经发育 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父母的语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讲再见 诶 陆杰 咱们周末去成俊叔叔家玩吧 你能去吧 去不了 我们老师要给我们这些岔生补课 岔生 谁是岔生啊 我的上次考试都快倒数了 没有哪个老师会说自己的学生是差声的 只有后进声 那还不一个意思 不想说话的 不不不一样 你知道什么是后进声吗 后进声是会进步的 只是稍微慢一点 你想想 这次考试为什么落后了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爸爸不努力呗 那可不是 说明之前不如你的那些孩子 他们进步了 这些后进的孩子 他们上前走了一步 超过了咱 说明后进声是可以进步的 所以说 一两次考试失败了 不能说是差声 更不能给自己贴这种差声的标签 你知道那句名言吗 不知道 没有永远失败的事 只有上类成功的事 哦 知道了 好的 后进声 我们一起努力吧 我来说的 我来说了 我来说的 我来说是个小时 我来说的 我来说的 你还能够 我来说的 你还能够